近期,美国总统拜登的三次行为引发了众多美国公众的深深焦虑,他们心怀忧虑地关注着这位身处重要位置的国家领导人。毕竟,他是引领美国前行的舵手,他的言行举止都对美国乃至全球产生深远影响。 首先是拜登的一次显著口误。虽然每个人都可能犯错误,都有可能在公众场合说错话,但是,拜登这次的失言显然已经超出了人们的普遍理解。 最近在国际上发生的重大事件中,俄罗斯瓦格纳集团的叛乱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 在一次公开活动中,当记者问及拜登是否认为这一事件削弱了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影响力时,他的回答让人们大感惊讶。 拜登深思熟虑后回答道,当然,这事件确实有可能削弱普京的影响力,但具体到何种程度,这就很难说了。 他显然正在输掉伊拉克战争。 是的,你没有听错,拜登的回答就是,普京正在输掉伊拉克战争。 这让人们不禁要问,这两者之间有何联系? 什么时候俄罗斯去伊拉克打战了? 不禁让人想起,在乌克兰艰难抗战一年多的士兵,他们肯定也会为拜登的回答感到困惑,原来我们的总统已经忘记了我们在哪里。 更进一步的疑问是,拜登到底在谈论的是普京还是美国呢? 这一系列事件充分展现了拜登作为美国总统,在处理重大国际事务上的决断力和口才能力有待提高。 更让人担忧的是,他的失误不仅可能引起国内的混乱,而且还可能对国际形象和美国的全球影响力产生负面影响。 总的来说,拜登需要在未来的领导中更加明确、准确和谨慎地发表言论,才能重塑公众的信任和对他的期待。 在此举世瞩目的舞台上,我们关注的第二件事,某种程度上展示了人类记忆的微妙和荒谬。 这件事件更显得令人惊异,因为它涉及到了一点跨国的元素。 记得美国总统拜登最近在白宫的宴会中热情款待了印度总理莫迪吗? 这是拜登担任总统后接待的第三位重要访客。 而在他之前,首位被邀请的是法国总统马克龙,紧接着是韩国总理尹熙悦,第三位便是莫迪。 由此可以看出,拜登对印度总理莫迪的特别重视。 然而,就在莫迪离开的尚未久远的时间内,拜登在一次公开场合讲到莫迪时,意外地将他误称为我的新朋友,中国的莫迪。 此言一出,场边的人们震惊得无法言语。 毕竟,莫迪在国际舞台上的知名度早已声名远扬,拜登本人也曾在之前的宴会中一次又一次地与他热情拥抱。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他似乎忘记了莫迪的身份,并给他无意间改变了国籍,还挑选的正式中国。 这是因为拜登对中国过度的关注和留恋吗? 我们可以想象,莫迪可能会无奈地想,拜登,你是否还记得我是谁? 接下来,让我们关注的第三个话题是,拜登的脸颊。 近期,许多观察者发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情况,他的脸颊上明显出现了一道压痕。 作为美国的总统,他与妻子的关系一向和睦,这显然不可能是家暴留下的痕迹。 然而,人们不禁好奇,这是怎么回事呢? 在公众的疑问和好奇心的推动下,白宫发言人终于公开了真相。 在过去的几周里,拜登在夜间使用了CPAP呼吸机,以缓解他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 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这一般被描述为一种持续性的医学难题,主要症状包括反复的窒息、呼吸暂停、大憨以及呼吸困难。 这个问题可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体重过重、年龄增长,尤其是超过50岁的人群、睡眠体位以及面部结构。 如果长期忽视,并未进行有效治疗,患者可能会面临心脏病、高血压、中风等多种严重的健康风险。 对于这种情况,CPAP呼吸机成为了一种常见的治疗手段。 它是一种能够对呼吸道施加镇压的人工呼吸设备,通过持续不断地通过面罩向呼吸道注入空气,从而帮助呼吸道保持开放,允许使用者能够正常呼吸。 据美国医学协会的数据显示,美国大约有3000万人被认为患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其中约600万人已经确诊。 然而,关于这个问题,美国总统拜登并没有向公众隐瞒。 多年前,他就已经公开承认自己患有这种疾病,但他需要使用CPAP呼吸机这一事实,却让许多美国民众感到意外。 可能在以前,拜登也曾经使用过这种设备,但他会尽量避免在公众面前露出使用后的痕迹。 这一次,可以说是他稍有疏忽。 然而,这并不是拜登第一次在公众面前出现尴尬的情况。 众所周知,他时常口误,甚至会在公共场合迷路或者跌倒。 就在不久前,另一件事件也让他颇为尴尬。 他之前在加利福尼亚州此夸说,是他说服了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提高日本的国防预算。 他的原话是,我说服了他,岸田文雄,他也说服了自己,决定做出改变。 日本已经大幅度的提高了军事预算。 对于日本提升国防预算的决定,外界似乎将功劳归于美国总统拜登。 然而,日本近来首度对美国表达不满,指出拜登的言论与事实不符。 面对这样的质疑,拜登最终承认自己之前的言论可能导致误解,并表示, 相比于我去说服日本,他们本身已经做出了决定,在上周的一次筹款活动中,我可能发表了一些误导人的言论,这并非故意。 看来,拜登的一言一行再次引发了舆论风波。 身为美国总统,他的行为直接关系到国家形象,无疑会引发美国公众的关注,甚至是焦虑。 更值得关注的是,明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将有两位高龄的候选人竞争,分别是78岁的特朗普和82岁的拜登。 特朗普以其直言不讳的风格广为人知,而拜登则可能成为史上最年长的总统竞选人。 值得一提的是,刚刚过完100岁生日的基辛格也对此表示关切。 他担心拜登和特朗普两位高龄的候选人能否承受竞选的压力,毕竟,拜登明年将达到82岁,特朗普也将是78岁。 这一问题也是许多美国人关心的焦点。 在当前复杂的国际背景下,一位身体健康、精神饱满的总统对美国至关重要。 不久前,拜登的一次跌倒引发了大量讨论。 我记得当时有一位美国友人深有感触地说,拜登的跌倒只是小事,但如果是美国的跌倒,那就是大事了。 他的话引发了更多人的思考,他们在想,如果拜登不能稳定自己的步态,如果他不断发表失实之言,那他怎样能够站在美国的前线? 然而,这一事情反而揭示了美国社会一直存在的另一个根深蒂固的问题——歧视。 歧视黑人,歧视亚裔,现在又歧视老年人和残疾人。 你对拜登是何种观点,我们都应祝愿他身体健康。 作为一位80多岁的人,他的经历和决心都值得我们尊重。 此外,我不禁想起了拜登和普京的一段有趣的对话。 在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前,拜登公开指责普京是一个杀手。 然而,普京却回应说,我应该怎么回答他呢? 我会告诉他,祝你身体健康。 更引人关注的是,普京在说这句话时,还露出了笑容,并补充说,我并不是在讽刺,也不是在开玩笑。 因此,有些美国人开始猜测,拜登近期的频繁跌倒,会不会是普京的诅咒。 而且,拜登,你一直说,普京在伊拉克战争中败北,你会不会被普京气得头昏脑胀呢?